看一下那个雪板 OK 这是板子 这些都装好了 我们先试一下这个滑行的模式 你站上去的这个感觉这个角度是不是合适的 如果不合适的话我们再调整 好 你看它在这个地方 这是可以抬起来的 这个应该是右脚 这个是右脚 走出抓的这个地方 按下来就不可以了 OK 我这板的好软 这比我滑的板 对 软多了 是的 可以 脚也是舒服的 我们可以取下来了 接下来来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板子分开 变成那个双板 可以走路的模式 因为我们现在是在平地嘛 嗯 如果说我们在雪地上呢 嗯 它是一个坡 所以我们去操作的时候 把它掐到雪里 掐到雪里 然后把这个抬起来 然后把它拿出来 就打开 这边有一个扣 它就打开 头上这个地方有一个 那边也有一个 好 它就开了 如果说这样去走路的话 这两个板子就可能这样交叉 嗯 我们在走路的时候 把它放成这个样子 然后把左右脚放进去 OK 嗯 好了 你穿一下试试 哦 很舒服 走路的时候像穿拖鞋一样 不是把板子提起来 不过你每次抬起来走的话 就会非常累 现在走的时候 把脚后跟这样抬起来 拖着往前滑上去 踩下来 对 现在这个样子是走不了的 对 因为它会打滑 皮子贴上去才可以 皮子贴到哪里呢 现在你看 这个上面 这是滑向的 哦 贴这里 对 要把它贴到这个上面 对 不然我就往下滑了 就双板了 这里它有一个这个毛 好 这样去贴的时候 把它边撕下来 需要稍微用力的 崩一点卡进去 对 我们在贴的时候 这些地方就是要把它全部贴好 这样用手按进去 要不然这些血进了这里面的话 它一动住了之后 就滑了 对就粘不住 OK 所以这个是一次性的 吃完就别摘掉了 这个可以用很长时间 很多年 就下次粘的话 怎么让它使用有粘性呢 它这个粘性是一直有的 撕下来的时候这个地方像这样撕啊 我们现在要撕吗 撕 因为在山上就来的时候 如果戴着手套 大手套操作的时候 会更麻烦 所以我们先演练一次 嗯 撕下来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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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